计程车司机戴着手套帮乘客搬运行李 上车前的每个防疫动作做好做满 连民众都对台湾机场入境的严谨作为相当有感 台湾做防疫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美国人看我们戴口罩都觉得很惊讶 然后他们都不戴 都有登机门 每一个登机门老外都不戴口罩的 从中国大陆机场人员都有戴口罩 甚至也都有戴护目镜 我觉得对 因为我也很害怕外被感染其实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有落实 然后也有 就沿路有些酒精可以消毒 620辆防疫计程车从3月4号开始 每天在国际机场外等候服务 从中港澳 韩国 意大利 伊朗等地区回台的居家检疫者 而这些驾驶也会获得相应补助 我们要提供给他们最好的防疫的设备跟物资 那万一真的有一些感染 或者是因为确诊的乘客 而使得这些驾驶朋友要居家隔离 我们也会进行补助 目前还是宣导期 3月11号过后 如果需要居家检疫的民众 不是由亲友接送 或是由机场人员安排返家方式 将会被开罚10万到100万元 防疫时期供提时间 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大家一起配合 大约新闻级静学员 电影中 桃园报导